各位同学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母体比例的假设检定练习 我们来看看这个题目 题目说有一个研究人员指出 麦当劳在素食界市占率35% 这是基本的 我们说35%了 那么为了要检定这个说法 我们去随机抽取了350名 那么N有350个人 其中120个人选择偏向麦当劳 那么显著水准 我们用的是5%就是0.05 来检定这个人员的说法 人员的说法是什么 市占率35% 所以是0.35 首先我们建立的虚无假设 H0是P等于0.35 那么在第二个就是对立假设 不是0.35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倾向于双围检定 不是在0.35 而我们N是几? 350 Phead是多少? Phead就是我们所去抽样出来 所得的一个样本的比例 样本的比例 Phead就是350分之120 那么我们计算一下 得到0.343 0.343 跟这个0.35 究竟能不能接受 它是在它的附近 或者是就是能接受是0.35呢? 那么α是0.05来做 好 那么这个题目 因为N是多少? 350 大样本 我们改用Z的方式去做 就是常态分配 那么0.05 那么常态分配 各位同学知道 双围检定 那这边各自为0.025 那么Z的表 我们叫出来看一下 0.025 那这边就是0.475 来常态分配表 这边我们看到什么呢? 看到的是0.475 在什么位置? 这边看到了 这是我们很常用的 1.96的位置 好 我们把它叫走 这边是Z等于1.96 这边是Z等于 负的1.96 我们下一步 我们知道了Z了以后 把我们的这个Z值算一下 Z等于什么呢? 我们的统计量 P hat减掉P 除以 这是SigmaP SigmaP是多少呢? N分之PQ 来继续算下去 P hat的值是 0.343 P值是0.35 来减一下 这边是 P值的是0.35 那这边就是 Q就是0.65 这是N350 我们上面是 负的0.007 那这个地方 分母的分母 那就是分子了 我们可以把它移上去 350 这是开根号 这边也是开根号 那我们这边的话呢 按计算机 可以怎么按呢? 350除以 0.35 再除以 0.65 除完以后 等于 然后再开一个平方根 乘以 0.007 加一个负号 这个值是多少? 负的 0.274 负的 0.274 这个是Z值 这是我们所检测出来的 Z值是在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告诉了我们什么? 结论 不显著 它仍然落在我们的 接受欲的范围 所以是 结论不显著 就是说 它所指出的 H0 我们应该是 无法拒绝 我们这个例题 是告诉了我们 怎么样去做 母体比例的 假设检定 那么我们再次的去 给各位同学 叙述一下 它的过程 第一个 我们先建立 H0 跟 H1 建立 H0 跟H1 主要的目的就是 我们要设定好 它到底是 单位 还是双位 我们的目标 是什么 以这个题目来说 大样本 都是用Z分配 是非常方便的 如果是小样本的话 就比较麻烦 我们要采用的是 二项分配 那么 SigmaP 这个是根号 N分之PQ 这个我们一定要记得住 因为这个我们前面 有证明过 再过来就是 用的是 Z 这个Z是等于 P hat 减P 除以根号 N分之PQ 这个是我们的统计量 这个很重要 然后再过来看看 我们这个 这个观察值的Z值 跟我们的理论的 就查表的Z值 然后最后 下结论